而现在正当红的谢霆锋竟然偷吃 我们并不是说他什么搞外遇的那种偷吃 反正他现在已经没差了 但是我们说的是 他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面偷吃 明星艺人去出席颁奖典礼 通常都要饿一整个晚上 但是人家谢霆锋是有经验的 在金马晚会上面趁着没人注意 竟然偷偷从座位底下拿东西出来吃 让旁边的贵宾看的是肚子在那边咕噜咕噜嚼 这怎么行 听着短髮续胡戴上了大墨镜 谢霆锋帅气登场立刻重为媒体焦点 粉丝开心的大叫 不过入围最佳男主角的谢霆锋 却被香港编剧爆金金抓包 他在金马奖晚会偷吃 坐在谢霆锋斜对面的爆金金 就看到谢霆锋拿出了神秘的袋子 不断的动嘴巴 才发现谢霆锋将食物用塑造袋 偷偷的藏在座位下方 但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谢霆锋就从椅子下的袋子 拿出了巧克力和鸡翅膀解馋 动作超级小心 似乎就是怕被镜头扫到 才会连吃东西都要顾形象 爆金金还逗趣的说 整个晚会都可以听到大家的肚子 咕噜咕噜的叫 谢霆锋这一招实在是太聪明了 其实明星出帮奖典礼 往往整个晚上都没有东西吃 只能乖乖的坐在椅子上 饿得发光 不过姜是老的辣 谢霆锋争战的大小典礼 经验丰富 早有准备 也让粉丝兴奋 原来大明星也会偷吃东西 这份新闻台北纵合报道